币圈要是耳朵,二语我诈不胜凡曲,今天要讲的是归零笔和这不是讲故事,但是真实往往比故事更精彩,各位看完以为见,不要向别者贝格已无所有裁判来醒悟,和人称Hurify中文明葫芦,大忽悠落为起的,和舒适区块链代币,实质上只是类似于QB之类,毫无区块链属性可言, 所谓的应用场景也只是验渡人做的一个计算技术学者,都能做出来的交易网站,这个网站卖的产品也是一些过失硬件,就这么一个纯粹忽悠的项目,较持了区块链的光环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骗人之旅,骗之初铺发126倍思目收割机项目,2018年2月1号开始思目,思目价格1.26人人民币,注意这个价格, 因为从此之后核再也没有高过这个价格,目前价格一分人民币,思目破发126倍,非常好算,但是这个一分的价格你也别想卖掉,因为没人接盘了,在整个核的交易生涯中,核项目包做了什么事情呢? 唯一做的事情,就是在上Lobit期间交了三个比特币的上币费,这就是印度人做的区块链项目,只管发币不管市场,这笔传销币还昂藏,骗之二中国人的套路, 有人看了上面,都会说跟我们有啥关系,下面就重点讲下,中国人割韭菜套路,先说两个关键人物,归名教主,罗威,阿威诸州人, 原万达小局员,万达裁员后开始进入区块链行业炒币,吹牛王,姚萍,信居郑州自称旧事业,其实是贷款炒币,套信用卡,不小贷,现在用的华文手机,都是聘群里人中筹的,自称用币2000万,号称姚大虎,人选馒头事件餐聚邦,比特儿平台,和项目包中国区代表洛威,投资邦, 比特基金,罗威联合姚大虎组织专门友,来割韭菜建立的空壳,散户,时间,五月末,和在比特儿县市区,距离下降还有20天,当时罗威进入币圈炒币,有段事件了,同在比特儿平台炒币,聊天室里喊话,跟姚大虎导到了一起,我们不提他们一起炒CST间隔自己寻成员的卧座,只说他们为啥看中了贺, 和大家前面看了,私募之后项目方从来没有拉盘护盘的,所以超跌非常严重,他们认为这个币有很大的操作空间,于是罗威通过电报群联系,上了项目方CEO,一个印度I3,说要帮I3推广这个币, I3发完几个完四目之后根本没在乎这个币,现在有人愿意帮他们把二级市场做起来当然开心,并且给了罗威中国区经理的头衔,同时赏赐了他30万币作为劳务费, 罗威信心满满的找到了比克尔平台,代表项目方跟平台谈判,没有上币费,平台当然懒得理会,但是和项目方印度I3明确表示,他们不会出一分钱, 罗威不会放弃,从外达出来之后当够了丧家权,他跟姚大户在二级市场吸了这么多货,如果不能转去上架,他们会血本乌龟,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,免费上比特尔平台,第一步,他们找到了同着比特尔平台炒币的小李,登峰小李为何官方推广经理,三人一起以和官方的名义建立官方群, 虽然弄了十几个群,但是人数重复太多,除去拉进来充输的十几人数也就不到三百人,第二步,跟比特尔平台谈判,说和有几万粉丝,可以为比特尔平台带来好几万的用户,想不出钱人要喝上优势区,比特尔当然看穿了所谓的核官吧,群就没多少人的事实,作为拥有几万人的大平台,完全不可以啊, 比特尔转区没有希望了,但是陆A,摇大呼的希望还在,因为他们有三百多人的韭菜群,第三步,人数馒头计划,计划很简单,对韭菜没隐瞒即将下架平台的事实,告诉韭菜们即将转区,一逼一美刀,抢货,抢到就是赚到,十倍利润就在眼前, 在下架前一周,护要韭菜接火,摇洛二人高价出火,和下架之后,韭菜群一片担忧,这时候洛维化神精神导师开启护佑大法,跟韭菜没讲都是比特尔平台的问题,引导韭菜攻击平台,同时安抚韭菜,不要怕,我跟火币,OK这些平台很熟悉的, 咱们换个大平台,韭菜没环抱着幻想,一直在洛维的忽悠中度过了半个月,这个半个月里,洛瑶二人继续忽悠,他们自己VIP收费群一万二费用会员接火,有人看出了问题,其中就有三百哥,为什么叫三百哥,是因为他有三百万的货,他看出了问题,但是找的小平台根本没能力消化他这么多货, 于是他把B三毛一个价格啊,卖给了他一个朋友,亏损一败出局,B一个一分了,朋友当然是绝交了,三百哥后来在局里进行了忏悔,他说币圈就是这么写淋漓,他不坑他朋友他就死了,他对不起他的朋友,现在,姚大户也跟洛维要掰了,很简单,洛维忽悠,姚大户接火了,和经过几个月的挣扎, 他终于到了一分归零了,项目方的硬件商场也完蛋了,不发货不退币,项目方的硬件商场也完蛋了,不发货不退币, 洛维把群里不听话的人全提了,继续当他的归零教主,因为洛维还要幻想,他幻想着自己的这段经历,能变成他的资历, 幻想着哪一位脑袋抽筋的币圈大佬有朝一日能联系他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